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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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了 好 哈囉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好 四門的啦 我以為是我們的 因為這台車我們比較多 這台車是 馬自達3的3代 最新款的話已經到了4代 大概是2020還是2019年 就已經上市 那這一個3代的話 如果看過經理直播影片的話 應該就知道經理自己 是比較推崇3代的底盤 因為4代後面 就變成是拖一幣了 4代的話後面拖一幣 那3代的話後方還是比較 比較高階一點的多連桿懸吊系統 那所以這一代的操控 或者是它的本質 照道理來說 應該會比4代還要來得理想一點點 那如果 可以選擇的話 當然是選擇這樣4代的底盤 它的操控的極限 相對來說也會比較高一點 可是啦如果是像 只是車子拿來代步用的 那後方的話 拖一幣跟多連桿的分辨度 其實就分辨不太出來了 因為只是代步嘛 那也不會到那麼激烈的操控的程度 但是基本上來說 多連桿再怎麼說 在我自己的心裡面 還是比拖一幣來得好很多很多 那這一台車 原先的話就改裝了不少東西 而且都是很棒的東西 這個旅圈的話 Waze的話也是日本知名品牌的旅圈 那避震器的話 其實車主之前也改裝過其他的品牌 那今天來做一個泰幻 那泰幻安裝的是KAT的道路板 那道路板的話 其實馬自打上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影片 已經有跟大家來做過分享 那今天除了安裝道路板之外 車主 戴口罩好喘喔 車主也加裝了這個羊腳調整器 那剛好我們羊腳調整器 還沒有裝上去 所以剛好這裡有機會來 多一點的時間來介紹 這台車 原廠的羊腳 這個是在比較靠近車軸中心的 這個是在外面的 這顆螺絲啊 好拆 一個螺絲就可以把它打下來 但這顆螺絲 它的周邊 有其他的支幣把它擋到了 所以需要把後單 往下放之後 這顆螺絲才抽得出來 所以這一個世代的 羊腳調整器 還有包含的 CX5 CX9 的羊腳這顆螺絲啊 塞裝都會稍微比較耗時一點點 那為什麼要改裝這個 因為原廠的 它的Camper是沒辦法調整的 所以如果車高降下來之後 這個是後輪的輪胎 它的角度會變成這樣 輪胎的內側啊 會比較磨耗的比較快 一般叫做吃胎啦 這個是我們一般坊間 大家車友之間流傳的說法 也就是說輪胎的內側啊 會磨耗的 比外側還要來得快 正常來說 一條輪胎 像這個前置引擎前驅車 一套輪胎的話 跑個三萬公里 兩萬五千公里 應該也都很OK 但是 一旦有發生吃胎的狀況的話 這個輪胎的壽命 就會縮短很多 所以我們就需要 把後輪這個角度 靠這個羊腳調整器 把它的Camper的角度 再把它校正回來 那從哪裡做調整 原廠都沒有偏性螺絲 可以做調整啊 靠這個地方的長短 這個地方變長 它的Camper 就會變得比較正 所以可以從這顆螺絲 來做後輪角度的調整 那這個是品牌是 龍影Summit的 阿魯老闆家的 所以我們大部分 也都是裝Summit的品牌 那其實這個還有其他品牌 像Harris 也有其他的品牌都有做 這個是後方的羊腳調整器 那這個是也是國內其他品牌 一個知名的品牌 這個是台灣的 但它的一個前方的韓王配置 這個是配8公斤 後方的話應該是6公斤左右了 那KT的話前方是配大圈徑的7公斤 後方的話是跟日本的Team的一樣做法 它都可以坐在上方 然後配置5公斤的做法 這一套的設定的話 它的調整機構是放在下方 設計的也不錯 它的下支臂有一個孔徑 它是靠這個斷擦面 把它這個框束之後 這個就不會搖晃了 所以這個設計也是不錯的設計 那它的調整機構在這裡 然後上方這個橡皮需要沿用 不過這個公差做得有點大 這個應該是VH車系的彈簧 拿來這裡來沿用 那KT的做法的話 是跟日本的Team一樣 我們把調整機構放在上方 變成是這樣倒裝 這樣倒裝的話 在調整或者是在支臂 再裝上去的時候 會稍微比較好裝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KT的一個 零件的密合度 這個是原廠的上橡皮 這個是Hiroki 放在這個地方 它的外徑 它的密合度 是完全不會搖晃 所以不會有任何的異音狀況 它裝上去的時候 下方 下方的橡皮 這個 因為廁所原來裝其他品牌 所以下橡皮已經不見了 所以經理幫它套了一個 這個 算是 彈簧專用的一個膠條 那待會裝上去的時候 是這個樣子 好 那後方的話 仰角調整器還沒有 裝好了 好 仰角調整器是裝在這個地方 那可以從這個地方 在定位機台上的時候 來這裡來做調整 好 那待會避震器的話 是在這裡 這個是KT的避震器 那這裡有一顆旋鈕嘛 這個旋鈕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 軟硬度的調整 那這台車 後方的上座也有附 前方的話 KT也都有附強化的上座 這台車還是只有一個重點 我們不行 不能把這個桶身縮得太短 一旦縮得太短 這個彈簧 它就會避窄過多 避窄過多 一般低速時候的 路面齊虛不平的狀況 回饋感就會比較直接 就會不太舒適 所以 這裡是在調整車高的 這個桶身的長短 再怎麼調整它的車高 都不會改變 所以這個桶身調整到 它的彈簧避窄值 稍微壓縮一下 預載5mm就好了 5mm不是5公分 好 這個是後面大概的介紹 車主也有改的加大碟 然後 這個旅圈值得介紹一下 這個旅圈大概是日本位置的 重量也都超新的 我記得之前有一台 馬山也是改了KT的避震器 然後 也改了KT的多爾賽卡鉗 跟後加納底 那台車的馬斯達3 也是樣裝這套旅圈的樣子 這個是四門的 多爾賽卡鉗 那前面的避震器比較簡單 唯一值的介紹的 應該是前面這條彈簧 一樣是打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它的攻擊數 長度 還有形式 都跟剛剛的 那一套 台灣的避震器不太一樣 我們所打的彈簧是200長 行程多了兩公分 自然那個舒適度 就能夠比較突顯出來 然後最主要是它的形式 這裡的形式 它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 拉得比較開 所以彈簧的行程 也會多了35% 所以像這樣的彈簧 它自然它的舒適度 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這台車前面超好拆裝的 這裡有油管架 然後這裡有ABS感應線的扣具 這裡有離載算的固定點 這些全部的零件 都是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好像是這個禮拜 有一台CX-5 它的這零件 都一樣的 只有差別在這顆螺絲孔 那一天直播的話 經理也有介紹了 如果CX-5跟CX-9 這個螺絲孔的孔徑大小 是16mm的 那馬斯達3的話 它就是14mm的 比較小一點點 差在這裡不太一樣 上座的規格 就都一樣了 上座的話 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台車 基本上它的拆裝 還蠻簡單的 這三顆螺絲 那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 就是在調整前面的一個軟硬度 那調整的方式 左邊跟右邊 記得要一樣就好了 好 那今天的介紹呢 比較簡單 最主要是在後面 因為後面還沒有裝好 所以我們有比較多的時間 來介紹後面的零配件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如果想要試乘 像今天下午就有車友要來試乘 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 記得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